美丽现在还在睡帐篷 然后你看我这个外面 他们都陪着我 昨天晚上他们也陪着我 美丽现在在大凉山布托县 这个地方的酒店太贵了 干净一点都要200以上 所以我选择在这边搭帐篷 在大凉山我觉得自己好穷 酒店已经住不起了 今天认识一个本地遗嘱的女孩子 16岁就嫁到这里来了 然后男方是给女方30万的彩礼 结果是电话费都不跟她充 说没钱 你说30万要财礼取过来 又不给她花钱 这样的婚姻是幸福还是不幸福呢 你不知道抖音是什么东西 真的不知道 抖音就是一个软件 上面可以刷段子 搞笑的 看电视 然后别人很有才的生活那种 不可能吧 我父母都玩抖音 你们都不玩抖音 你才22岁 我没有 手机停机的让你老公充钱 我老公不让我充 那个也不需要你家里按上WiFi的话 也不需要流量的呀 也不用钱了 这里没有上面有 那你家你按一个WiFi 一个WiFi的话几十块钱 就是那种 200块钱 没有几十块钱 你连电视的那种 你们电视不连那种有限吗 没有 你们这边你结婚产礼钱多少钱 我不知道 那你一嫁过来的时候 那个老公给了你们家多少钱 他们说这边都是三十万五十万的产礼呀 三十万 三十万 要给那么多产礼吗 要给那么多 那钱还要返回来吗 还要给你们吗 都是给你父母 你父母不给你呀 哇你们这边产礼真的贵呢 三十万 我们那边 我像我这种都是倒贴的 我就是 就是看自己谈嘛 就是愿意给多少就给他 一般的就是几万块钱 像我弟以前就是给了五万块钱 给了五万块钱 与方家还反两万出来 我们也四川广园那边的 好臭啊 你们干嘛睡在这里 我是说我搭帐篷的地方 怎么这么臭 他们在养猪啊 外面的水龙口 刷个人洗个凉 看我这个环境 这个是我昨天睡帐篷的地方 然后这附近都是那个大货草 一早上那个大货草就在卸货 刚刚才发现 我这个附近为什么这么臭了 然后它是这边养猪啊 养鸡啊 养鸡今天睡畅篷 旁边有个姨子女孩一直跟着我聊天啊 我从她的口中了解到 哇原来这里财力费真的是这么高 三十万 而且他们家里都是生六七个孩子 而且让我诧异的时候 她不知道自己年纪 她说她二十二岁 然后我说零年后吗 她说不是 是属羊的 我说属羊是哪年的 她说九三年的 啊九三年也不止二十二岁啊 我这么不知道多少岁了 然后我问她玩手机不 可以关注下午 然后她说 不玩手机 手机签费了 我说签费了 可以让你老公充啊 然后 她说她没钱 她老公也不给她充 我说你家里可以装个WiFi 她说WiFi很贵 要两百多 天哪 WiFi就几十块钱 感觉这里的人真的很落后 三十万娶了她 然后又没有文化 至少她唯一比我优秀的就是 她要生六七个孩子 这个我做不到 我现在都是不结婚的人 就是太有思想的人 都不愿意结婚 就那种没有思想的人 所以才愿意结婚 愿意生很多很多孩子 因为她觉得 这样才是她的生活 这是她的世界 其实世界很大 我们应该多出去看看 最后一个根本就有一天 那么 therapists